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在上一节课中 我们讲到了一些基本参数的设定 以及Q矩阵的初始化 这节课我们主要来看一看 如何用Q函数来更新Q矩阵 把Q学习中 Step1到Step4用JavaScript语言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Reset函数我们不需要关心 这个initialize中 这个consult.log是我们用来调试 看待这个输出的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去掉 注释掉 那么这里前面我们也说到了 Tick是我们用来更新这个Q函数 用Q函数来更新Q矩阵这么一个时机 那么因为Tick它控制了整个游戏的进程 每一个Tick结束后 这个游戏都会执行一下判断 这个鸟到底是在running状态还是在dying状态等等 那么这里呢 我们更新的过程就需要考虑一下了 是不是在每一个这个状态 我们都需要去做这样一个更新呢 显然不是 因为我们关心的状态只有两个 一个是鸟是否存活 running还是dying 这两个状态 那么其他这个bone和get ready 以及最后game over 这些都是游戏逻辑它所需要的 所需要控制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不需要去更新这个Q函数的 所以这里我们定义一个这个 vd这么一个参数 用来控制我们到底在哪些状态在进行更新 所以我们定义vd等于boss 除此之外呢 我们设定这个奖励值reward r也是在running和dying 那其他状态也不涉及这个reward的这么一个参数 同样定义reward等于0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pct 当时我们说的这个鸟如果存活living 那就加1 如果game over了 这鸟这个撞死了dying 那么这个奖励是-1000 我们把这个值放过来 注意啊 running这个状态 我们先把vd设置成true 把reward设置成1 那么在dying状态呢 我们把vd设置成true 同样我们把这个reward也设置一下 dying状态这个奖励值是-1000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除了设置这个vd和reward之外 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这些状态更加简化 更方便我们这个代码来进行学习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需要去除一些多余的操作 以及那些 呃 一些动画的特效等等等等 比如说 这一个get ready这个状态 我觉得就显得比较多余了 我们希望啊这个鸟他直接就进入这每一个运行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get ready这个状态给它去掉 我们直接啊第一步他boar的这个状态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当前状态设置成running 那么这个鸟呃他就跑起来了 boar的-stay的-stay的-cruising 那么在running状态呢 这里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修改 啊同样这个dying状态 这个原先他有一些动画效果 比如说这个屏幕会震一下 或者闪一下 我们要把这个去掉 我们把这个dying状态简化一下 啊这个语句也是不需要的 我们直接啊 当dying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个状态设置成game over 然后设置完这个villade和reward就可以了 啊同样 最后这个game over之后呢 这个游戏它不会自动开始 需要我们去手工去点一下那个重新开始的按钮 那么这个游戏才会重新开始 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动 那么其实改动起来也很简单 直接我们把这个整个游戏的状态reset一下 然后这个鸟回到初始的位置 这个等等那些分的清零 当然我们的Q矩症依然保存着 Q矩症如果清零的话 那么整个过程就白进行了 同时我们把这个当前的状态state 设置为born 表示重新开始 bo 设置完 那把这个状态简化了之后 这个整个当这个小鸟撞到这个柱子上之后 那么整个程序就会自动开始了 这些这些特效我们也先暂时不管 我们来看一下秀改之后 这个游戏大概是什么样子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发现这个游戏就自动开 当我们这个小鸟撞死了之后 这个游戏就会自动开始了 好这个目前已经达到我们的效果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步 那么当进入到这个running和dain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要对这个后面的这个用Q函数 对Q矩症来进行更新 当然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判断 也就是当villid等于true的时候 我这样写就表示当villid等于true 那么当这个villid为true的时候 为真的时候 说明当前状态在running和dain这两个状态中 也就是有这个reward的这个值 我们才能用Q函数去更新Q矩症 那么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步 当然是要找出这个鸟的位置 也就是它这个鸟的坐标 我们先定一个水平的horizon 这里我先设置一个比较大的值 因为后面有一个求这个预值这么一个最大值 因为我们这个Q矩症它不是无限大的 我们需要这里写错了 是空格 同样这个vertical distance我们也设置为一个很大的值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找了 同样这里我们用一个循环 这个时候我们上之前说的这个相对运动这么个原理 我们知道这个水管的这么一个坐标 也知道这个小鸟的坐标 那现在我们要算一个这个鸟相对于这个坐标运点的这么一个相对坐标 所以有这么一个计算的过程 要算出这个小鸟与它的相对坐标 那么如果 我们来看判断一下这个水管了 你挨一个水管的 它的方向就是我们是以下面这个水管 下方这个水管 那么它的朝向是up 所以这里如果这个水管的朝向是 点dr direction等于等于 判断它是不是向上呢 那同时and and this and pipe 我们要判断它的这个坐标 加上 那么这个游戏中定义的这个水管的坐标是 在水管的这个左边这个 以左边这条线为基准的 我们要以它的右上角这个圆点的话 还要加上这个水管的宽度 所以这里我们要加上this.pipes 突然这里有个第二个水管 点ys 那么要大于等于 this.bord.x 那么这个是this.bord.x 表示这个x的表示这个鸟的 那么这个坐标 很像的一个坐标 就是如果说这个鸟它在了 它在这个这个坐标的右边 那么表示到了下一个这个水管之前 所以你就不应该考虑几根水管了 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个鸟 它在这个在这个坐标左边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里我指的是从 如果说你以这个坐标系的话 那么这个小鸟的坐标显然应该在这个点的左边才对 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要算的是 它俩的这一个相对的坐标 我们继续回到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定义 this.bord.x 那么这个值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鸟相对于那个原点的这样一个横坐标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if 当然我们还要需要做一个 它这个值的范围是否这么合理的一个盘断 这个是求的一个 刚才这个算了一个水平呢 现在再来看一下 horizon distance 如果它大有这个DIFF 如果它大有这个DIFF 那么我们就令 horizon distance等于DIFF 那么垂直的这个距离呢 那就很好算了 vertical distance 垂直的 直接用这个 垂直的这个距离呢 就是这个鸟的坐标 y坐标 和这边的y坐标相减 就可以得到 等于this.bird.y-this.pipes-这个水管的这个坐标 那么这个值它就是有正有负了 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好 那么这一步做完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鸟的当前的这个坐标 我们记不记得 又又有这么一个延迟更新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先要把这个坐标的这个值保存下来 我们一开始定义了一个 mstate还有个mstate- 其实就是我们PPT中处的那个s状态 那么sstate- 就是我们PPT中s一小撇那么一个状态 这里我们先把它保存起来 用这个m-state- 这个表示转移到了下一个状态 由于这个是一个延迟更新的过程 这个我们在PPT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distance-vertical distance 那么同样这个horizon distance 好 我们把这两个坐标保存下来 那么这样的话循环到下一轮的时候 这两个值我们还可以 可以用来去更新 好 那么这一步做完了之后 严格来说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QGN的更新了 但是呢在进行QGN的更新之前 我还是要提醒一点 就是我们所这个设立的这个坐标范围 只是这么一个很大的范围 事实上整个这个坐标系的空间 这个范围非常大 我们不可能说在鸟离这根柱子 还有非常远的距离的时候 那么就开始进行这个更新过程 必须要当这个鸟 进入我们我们所设定的这个坐标范围之内 之后我们再来触发我们这么一个更新过程 那么当这个鸟在这个范围之外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认为它是一个零值 或者一个什么值 所以呢 这里我们还需要判断这个鸟 它这个所属的范围 那么这么一个 心灵这个范围这样一个过程 由于这个代码比较多 而且没有太大意义 我直接就把这个代码粘贴过来了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判断水平距离 就是S状态的水平距离和水平距离 垂直距离水平距离 S一撇状态的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 是不是超出了这个屏幕的这个最大范围 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Vortical Dist Range 和这个Horizon Dist Range 那么如果超出了的话 我们当然就把它 求是一个保证它在这个零值以上 支持我们的那个数字不会越上阶或者越下阶 就是做这么一个限定的事 那么当这一步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我们的这个Q函数来进行更新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click和DoNothing的这个值给取出来 啊来进行更新 click-v等于this.q state-v 这里也是一样 state-h 我们把这个click值取出来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吧 我们把这个值改成DoNothing 那么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当然要判断这两个值更大 因为我们是选择那个更大的这个值来进行我们的行动 但是 我们求这两个值的最大值 max.max 和uclid和DoNothing 两个值 这个我们加一个 然后这个编量名的命名啊最好不要都一样 稍微这个规范和区别一下 那么 因为我们更新这个Q矩阵的过程 我们还需要有原先的这个字这个值 所以就是VR Q 也就是其实我们的那个公式中的QSA 第四点 那么这个是当前状态 就是上一个其实在这个延迟更新中就是上一个状态了 但其实本质上啊延迟更新和这个正常的更新过程没有太大区别 只不过我们把这个布置放到了更后面 那么在这个s状态我们做了一个什么action呢 我们的判断的依据就是这个action to perform 我们做出了某一个动作出了某一个动作之后 那么到达了状态 sep也就是s'这么一个状态 好那下面就是这个QGN的更新 当前装在state 这个是找出state的那个桌标 我们已经限定过范围了 现在它这个值都在这个我们预想的范围之内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this action to perform 那么这个是他们的QSA 那么它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个公式吧 以免有的同学有所遗忘 那么我们可以往前翻 这个公式QSA等于QSA加上alpha 然后r加上这个因为gamma是1 也就是这个减去还有减去QSA这么一个公式 那么我们参照这个公式 然后把这个代码写完 QSA加上this.alpha 这个是alpha 这个是alpha 设置为0.7 reboard r加上b 这个是下一状态 那个最大的一个反馈 减去QSA 就这么一个公式 那么这公式写完了之后呢 整个其实我们程序的基本框架那就完工了 后续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 其实这里我们只做了三步 严格来说只做了三步 最后一步还有一个 把当前状态 把s撇状态变成为当前状态 那么这个需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我们下节课再详细给大家说 这个我们下节课再详细给大家说 好